今天聊天会项目也没什么可看的 郑哥 你看我朋友圈这车内饰多好看 还真是啊 我看看 你看这大屏 看这仪表 多有科技感 咱结婚的时候买一辆吧 结婚 买它 一百多万呢 你就没发烧吧 没事 你忘了 我爸说了 到时候咱们自己出钱买房 他出钱帮你买车 我管他要钱就行了 那我这临结婚坑老丈人一笔 是不是也不太合适啊 这么多钱 哎呦 他可有钱了 我们家拆迁款还在他手里呢 你就收到多少钱吧 你家有拆迁款呀 哎呦 那我就不客气了 一百二十万行吗 行 你等着 这钱妥妥的 郑哥 你拿着 一百二十万都在卡里了 赶紧订车去吧 这车的内饰我太喜欢了 我去 真让你要到了呀 那咱俩现在那岂不就是穷人遍地主了吗 那可不 你你等着 这车我帮你搞定 你等着 我现在就去订车 哎呀 我老丈人出手真阔绰 一百二十万说给就给 这回我得好好看看这车买哪个配置 咱也是有豪车的人了 哎 我去 兄弟你这车怎么跟我这奔驰S那车这么像啊 你这什么车呀 我这是新款的荣威RX5 Plus 怎么样 看着还不错吧 那您这车是不是挺贵的呀 我看 不贵呀 顶配 办齐了下来才十五万 挺便宜的吧 哎呦 真便宜 真便宜 没想到 要真是买辆奔驰 养车的钱都是大问题 反正我媳妇也不知道朋友圈看见那是啥车 我给她买一JRX5 Plus 省了她钱还房贷多好啊 对 就怎么办 你就真打算买辆荣威骗你媳妇啊 你不找她撕你呢嘛 这怎么能叫骗呢 这叫偷袭 哦不对 这叫偏爱 奔驰S那车太商务了 只有RX5 Plus这车 才能符合我媳妇内心中那个年轻的心 而且你看这车 全新浩瀚龙龄隔山 再搭配这个杜戈装饰 还有碳纤维装饰 比Lexus啊 还有科技感 还有这个多位矩阵LED大灯 以后我再惹她生气 我惩罚我自己坐在车前面看太阳 大哥 你倒没必要把自己豁出去 但是我看这车呀 它尺寸确实不小 你媳妇一个小女生 她能驾驭得了吗 哎 这我考虑到了 虽然RX Plus啊 四米五七长 一米八五宽 但是这车开着很灵活呀 这点事我就不用为她担心了 不过有一点呀 就是我需要我给这车贴一车衣 毕竟我不能让我媳妇开车的小瓜小蹭 伤了她这么漂亮的车妻 你是数狐狸的有九条命吧 照你这么忽悠 你就是有九十条命也得被你媳妇都干掉 一百二十万就花十五万 你可真厉害 这你就不懂了 女人看车呀 只看颜值 这RX Plus这么漂亮的颜值 她哪知道这十几万的车呀 肯定就照着二十万三十万猜了 走 带你上车 咱看看内饰 这就是你玩的狸猫换太子啊 哎呦我真是服了 你媳妇认车标的话你就完了 什么叫狸猫换太子呀 我这叫国产当自强 荣威RX Plus内饰设计发布可比奔驰S要早 这说明什么 说明咱国产车也有国际化的设计水准了 她跟我说喜欢内饰的科技感 咱这车一点也不差呀 你看 12.3英寸全眼睛仪表 全气标配的 14.1英寸 2.5D4曲面中控触摸屏 也是全气标配 我是万万没想到你这一顿骚骚作能如此到位 人家那是满满的德系风 你这是什么 忠实风吗 你这就是在给我送助攻了 那你回头往后看 这叫什么 这叫匠心工艺 国潮江山文座椅 千里江山文 传承着这个国潮的文化底蕴 是不是说明在这车里就是忠实风格 行 我看呀你把这车吃的还挺透的 我什么问题也难不住你 那我替你媳妇问一个问题吧 你这车开起来驾驶感受怎么样啊 我带你去转转 给你体验一下这辆车的表现 咱这台荣为Arx Plus啊 搭载的那可是1.5T高功率性能发动机 最大瓦力133千瓦 峰值扭矩也有285牛米 这个参数要比同级别的Half H6 长安CS75 Plus等一众车型都要出色 而且这台车使用的那可是7速湿式双离合变速箱 它还采用了全球首创的三腔风潮科技 它在这个平顺性还有燃油经济性以及这个传动效率上 都有一个质的飞跃和提升 不过我跟你说啊 其实对于大部分女性来说 我刚才说的这些她们并不关心 她们并不在意这台车的驾驶感受如何 她们关心的是车上有一些你根本注意不到的小细节 此话怎讲啊 她对这个化妆镜就非常的关心 因为她是一个每天上班路上必要化妆的女人 所以冬天早上天一般都不亮 她在车上有这个化妆镜还有化妆灯呢 她就会非常的方便了 走 咱们去后排坐一坐 这个后排怎么了 很普通啊我觉得 这你就不懂了 这台RX5 Plus啊 轴距足足有2708毫米 这后排空间真是巨大 当然了这一点大家都能看得到嘛 更值得一提的是啊 这车居然有自带的儿童安全座椅 你看在你需要的时候把它提上来 这样就方便我媳妇在后排照顾宝宝了 在不需要的时候呢就把它放下去 方便我和媳妇享受后排 方便我和媳妇啊 在这个后排躺着收听电台 你抬头看 这台车还全系标配了全景天窗 这个天窗绝对不是通风这么简单的功能 它就像是你们家的落地窗一样 不仅能够开阔视野 还能够愉悦你的内心 我看你把你媳妇了解的是真透彻呀 行 那这剩下的一百多万 你就偷偷还房贷去了 这房贷呀我也不着急还了 反正这RX5 Plus看着像三四十万的车 我就还给它八十万 我自己留二十五万 改善一下我自己的生活 兄弟现在真的是太惨了 他每个月只给我一千块钱的零花钱 就一千块钱 我看你是不撞南墙不回头啊 行 你开着车给你媳妇交差去吧 我呀 我走了 媳妇你看我给你买这车 你喜不喜欢 诶 你等等 我要的那不是奔驰吗 你这是买了个啥呀 媳妇你先别急啊 我寻思咱这家庭条件 养奔驰可能确实有点困难 所以我就少花了点钱 给你买了这么一个SUV 我跟你说 我喜欢那车不是因为它贵 是因为它内饰好看 你就买这么一个 把我最初的爱夺走了 哎呦 瞧您说的 这车的内饰也是您喜欢的风格 快过来看 诶 你别说 这内饰俩还挺好看 我跟你说 我就喜欢这个风格 你说什么 我说您喜欢就好 喜欢就好 行呀你 都是会给家里省钱了 那剩下的钱呢 呃 我觉得这一辈子 可能也没有什么机会 能看见大把钞票 我就把这卡里剩下的钱 都取出来了 你把钱都取出来了 嗯 放在哪儿了 真的会不会香啊 快让我看看 来来来 您请看 哇塞 哎 这么多 这得是多少钱呀 这车裸车三十六万 再算一下 其他林宗总总的 最后剩了 只有八十万吧 全在这儿了 这车三十六万 你没骗我吧 哎呦 瞧您说的 我哪想骗你啊 你干嘛呢 拍照搜车呀 我得看看 你骗没骗我 荣威RX5 Plus 自动国潮致享版 厂商指导价十二点二八万 经销商价十一点七八万 还说你没骗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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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被骗了老婆 我 说 你把剩下钱藏哪儿了 没有剩下钱藏哪儿了 没有剩下钱藏哪儿了 我被骗了 我没有钱了 就这些钱 没有钱了 你说你还狡辩是吧 你自己去找 你坐在这儿干嘛 下去 让开 让开 你承认这钱是你偷藏的了 媳妇 我一分钱都没动 不敢 我每个月就一千块钱零花钱 我有聚会我都不敢去 穷怕 没钱你管我要呀 我是那种不给你钱的人吗 我平时限制你零花钱 是怕你在外面抽烟喝酒 想让你注意身体 你倒好 都学会偷偷藏钱了 我错了媳妇 我错了 从下个月开始 零花钱减吧 一月就五百 再有下次 一分钱都不给你 你饶了我吧好不好 你饶了我吧 太好了 太好了 感谢观看